提过 它总共会有9类 9类 9类刚好就是我们上课 这个里面都会遇到的 到一直到网路爬虫 这些都比较基本的 目录你可以打开来 里面能够学会什么东西 总共的话 第一类就是基本的程式设计 就我们刚刚讲的 常数 变数常数 然后指定叙述 输入输出 还有运算 刚刚有讲过运算的 这个算数运算值 还有就是一些相关的数学函数 函式的应用 另外就是格式化输出 最重要其实最难的也是格式化输出 那怎么样做格式化输出 其他的话还有像 第二类一直到第九类 细目我想请各位自己再了解一下 那 下一次不上课 可是你们 还是要做一点练习 请各位回去呢 就针对什么 针对第一类的部分 其实会有点小 第一类的部分在哪里 在这边 第一类 第一类里面 一类总共会有十道题目 十道题目 OK 这个十道题目特别注意 请各位看的顺序 先看什么 三 二 一 三二一再看 因为三的话意思说说 请输入什么呢 我们看看 我先从那个一零二开始 先双数题开始讲 双数题 比如说三输入什么呢 输入四个浮点数 输入这几个 然后输出看到的结果是要长这样子 所以你输入这几个东西 看到结果是长这样子 要一模一样 他就算通过了 所以要怎么做格式化 要怎么输入资料 这个部分的话 是这个类型要考的这个重点 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因为有些部分我们还没讲到 所以我先提示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呢 怎么做格式化 那格式化呢 我大概取三个例子给各位看 比如说我今天呢 假如说我要把这个输入的值 一二三点四五六 输出的格式呢 我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有点像以色尔 以色尔应该知道 按一下那个减少小数点 然后他就会少一位 再按一下就减少了 可是在Python里面怎么做 第二个的话呢 输入什么呢 输入一二三四五六 请你输出的时候 帮我输出之外 前面帮我预留 总共呢 这边有六个字 前面请你帮我再预留四个字 的空白 OK 我希望呢 一般当然是从头嘛 我希望中间帮我放四个空白 要怎么做 另外呢 这个Hello World 如果我希望 他总共的话 有三十个字 然后呢 他刚好放在最右边 这有点像也是类似以色尔里面的格式化设定 大概是三个部分 首先怎么做 一 你要知道 我必须用一个方选 叫做Format OK 那这个Format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如果希望做出什么 小数点的第二位好了 这个比较简单 那你可以看到 应该是在Float这个部分 把String这边 特别注意哦 String转型的部分 改成Format 那怎么改哦 一 请你再加号后面双引号两个 告诉他说呢 我要格式化为小数点的第二位 这样子 特别注意哦 做法哦 记得就是一 先双引号 给他格式 格式的规则是一定是大瓜 移到中间 加一个冒号 这是基本的 也就是你Format 一定要有这些东西 再来告诉他说呢 我要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就点 2 F 意思就是说点 点就是那个整数位的位置 后面帮我保留两个辅点就好 其他不要 好 这个是他的什么 Format的格式哦 那请各位后面再把这个String 改成Format 所以你可以 兼加一个字串 后面呢 点一下 打一个F 他好像会出现Format 你就Enter他就可以了 再把什么呢 把X3 把它放在这里面就可以了 这样子 OK 大功告成 所以记得把String 原来String 改成这样子就OK了 这个可能要慢慢熟悉 因为 像那个考试啊 或者是以后 很多很多地方 一定要会用Format 如果你不会用Format 很多地方你效果做不出来 OK 所以这个函数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会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子 有没有办法把它变成小碎点第二位 好 来看一下 输出 执行 OK 你会把你小碎点第二位 如果你要第一位的话 顾名思义 把这边改成 E就好了 E F 就是直接执行 就是要小碎点第一位 有没有 小碎点第一位 OK 应该没问题吧 第一个Format 好 记得这个加点Format 那第二个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把什么 把123456前面 补 4个空白 那怎么做 你想说 我是很简单 4个空白 1234 全部就OK 可是问题来 我今天是希望 应该意思是说 我加总要10个字 如果他现在变5个字 我就5个空白 4个字就变6个空白 意思是加起来 也就是说不足位数 补一个空白就对了 反正我预设 那个距离就一定要10个字 当然你不可能说你城市每次写 你又重新再去加空白 那当然不合理 所以怎么做 特别说就不能这样做 你就是一一样 把什么呢 那个你要的格式加上去 双引号 两个 所以你可以被否决 一到中间 大瓜胡 两个 就是大瓜胡 然后再一到中间加一个冒号 然后跟他讲说 我要10个字 然后如果是整数的话不是F 所以选一下Ctrl斜线马上就注解掉了 因为底下东西暂时不要用 OK 执行一下 看一下 有没有10个字 有发现 这边 他就total10个字了 也就是如果你未来 假如你在 多或少 比如说我少1234 你会发现 他执行的话 total也会是10个字 OK 可是就有同学问说 不过未来考试 他蛮麻烦 就是 如果我今天 现在是靠右对齐 如果我今天希望 他靠 就是1234 他现在不要放在右边 而要放在左边的话 其实特别的关键来 冒号后面 请你加一个箭头 加个小鱼 你其实应该可以把它当一个箭头 意思是说 靠左边去放 不要放 因为预设值是 这样子 你可以不用打 加一个这个 靠左边放 OK 然后执行一下 有没有发现 1234 但后面的话其实还有 总共total10个字 不过这个效果不明显 但是如果未来你刚好用到 你就知道该这样用 而且有同学说 老师可是我不是要靠左 我也不是要靠右 我要至终怎么办 嘿 猜一下 如果要至终的话 其实要把这个符号改一下 改哪个符号 对不对 一个字就好了 其实改这个符号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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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靠右嘛 这样靠中间嘛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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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记东西就是这样记的 我也不用特别背 所以你说这东西太多怎么背 这哪背得起来 不过我真的是靠理解之后 我没有特别去背它 所以我去考试 那个考试考一百分钟 其实我考五分钟我就做完了 我说 欸 可不可以交卷 他说 都对就可以交卷 我五分钟就全部考完 九题 那一题 这一两分钟吧 一两分钟就做完了 这不是重点 把它执行看好不好 执行 他就是这样的 前面放几个 后面放几个 他就放中间 大家可以看懂这意思 所以待会请各位先练习一下 这两个如果你OK的话 那以后很多地方 就照着做就好了 所以记得 这边是取到小数点的 第一位 OK这个 点format把它放到 这个的话呢 是 我们排版的部分用的 如果你的 这个是刚好字中 如果你要 左 就这个 右 右其实不用 因为预设就是右 所以这个其实可以不要记 OK 那最后再讲一下 把这个讲完好了 因为上面如果要三十个字的话 你可以拿这个来改就好了 这个 把format也拿来改 那这边加一下 OK 那 这边少一个 少一个帽号 算号 好 特别重要 如果三十个字的话 请你 这个不用 三十的话 这边三十 但是特别重要 如果它是字串的话 是什么呢 同学有讲对了 S就好 有没有 所以它最常用的就是这三种 S D D就是 整数 F就是float OK 大概就是这些 好 执行看看 这样要不OK 哦 哦 错了 为什么 哦 这边呢 这个 上面这个啦 所以它其实错 应该是这一行错 可是它以为是下面那个错 其实是这个错 我少一个刮 OK 好 这样子 Halloword 不过你会拍Halloword有三十个字 但问题来了 它因为它是字串 字串预设是靠左 靠左对齐 那数字是预设靠右 所以你要再怎么样呢 把它 靠 右 这样就OK了 有没有 这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执行一下 靠右对齐 有没有 三十个字 这样就大功告成 应该可以记得起来吧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 去一下 如果X212145 如果那个X212145 你试试看吧 OK 反正随便玩 玩坏了 应该玩不坏了 很多东西其实说我也不知道 有时候也是试出来的 试了就知道了 但是基本原则是这样子 一定是双引号 里面一个大瓜 再一个帽号 后面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其他都一样 OK 那你们未来可以在其他书里 或网站上会看到 有人用person 当成格式化 那也可以 可是 Python的官网上写说 那种方法 即将被弃用 他主要还是用这种方式 做格式化 所以如果你要学格式化的话 请你还是学这个为主 OK 试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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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